特斯拉降价就真的跟玩儿一样 跟玩儿一样 就这个地方一个月给你交了 9.3万台特斯拉出来 关键手机被莫数点玩出不让牌 不让牌 马斯克太精了 恨不得把空间里的每一寸都用来造车 上下两层国内真的不多见 总装车机里面一个工位上面 就会有四大五个师傅直接把我给看精了 就感觉呼吸都比别人快了半拍 它生产线上的这个滑轨速度真的好快 我走了两步都感觉已经有N台车已经下线了 这台是毛豆三 就是告诉你不是一体式压柱是什么样子 你看从后桥这里过来到轮拱 就是标准的拼接式的 70多个领不见的 如果是毛豆弯一体式压柱 就是整个从后底板后桥到塔顶到轮拱这里 就一个零部件 成本上面是有绝对优势的 看毛豆三也一样了 你可以看到很多高强钢 包括马式体钢 其实就是为了保护电池 它的拼接其实不复杂 当你在下单的时候 这个车身和底盘的编号就已经给你计算好了 组装的时候而且不会双错 在上帝市场看着1200亩的超级工厂 它的占地面积虽然不算大 但是40秒能下线一台特斯拉太可怕了 每一条生产线都可以做到自身的OTA 继而把成本进一步的大低 所以特斯拉降价就真的跟玩一样 它有利润空间 所以一个问题 新的毛豆三你觉得多少钱